全球货柜塞港严重 中国盐天港5月底 因为有港口供田出现去减 港口被迫关闭三周 虽然如今运作已经恢复正常 但是累积的货运量 开始转移到新加坡 港外等待的货船 明显增加一倍以上 全球货运大塞港 也导致新加坡有进出口需求的行业 受到间接性的影响 如今各个行业只能供体时间 寻求新出路 因为地缘关系 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相当重要的 海运中转港 如今货柜船运市场 又进入最疯狂的第三季 欧美货运需求如潮水一般涌来 缺贵 缺船 还缺盐 空柜掉回的速度不够快 也导致亚洲出口货柜 持续短缺 供费应求 以前客人就每次是跟我们谈到价格 现在情况其实改变了 而且客人也知道了 因为现在他们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帮我订到船位 实际上受到美洲贸易战影响 产业供应链大迁徙 东南亚地区港口货柜吞土料 早就明显成长 新加坡港稳居全球第二 吞土料上看3800万TEU 连增3% 如今变种病毒肆虐 亚洲疫情在起 也持续拖累物流状况 让塞康状况是雪上加霜 直接反映在业者的荷包上 运价再飙新高 如今已经开始有船只决定跳过新加坡保护停靠 来应用在中国大陆南部港口塞船耗掉的时间 出口的这些设备等等 不管是组成我们机器人 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简单的 包括很多的商品 都面对类似的延期 一般打比方说 以前我们厂家运设备到新加坡 可能在两周到三周的时间 现在可能就要延长到三周到五周以内 全球贸易量出现强力反弹 市场需求增加 再加上疫情不见好转 都打乱了全球海域秩序 全球三港暂时找不到解方 航运紧绷 运费飙高的循环 至少会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以上就是华语新闻特派记者 文佑晨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